來電就送 這族群是資金的避風港 記得訂閱David的頻道 我們正式開始 歡迎收看今天的股市最前線 我是David 來推高朋友們再度恭喜各位 也感謝各位 昨天不氣閒 願意跟著David在一大清早 15分鐘之內 我們把所有的持股清空一張不留 當然啦所以台北股市短短兩個交易日跌2000點 感謝各位 避開了一個極大的風險 David常講說台北股市David的工作很簡單 行情來了 能用倍數的標股我們盡量一倍兩倍三倍去賺 要有很大的修正出現錢 David一定會提醒你 跟著David跑一趟 昨天David在早盤 花了 總共15分鐘 我從8點5幾分開始賣 一路賣到 9點15分 把手中所有的持股全部賣光 一張不留 昨天整個收盤跌600多點 今天盤中再跌1400點 所以短短兩個交易日我帶各位閃過了 2000點的 回檔 當然啦 這背後的原因呢 我相信各位好朋友們慢慢可以理解 但最重要的 David今天呢 有一個族群有幾檔股票是 現在 此時此刻 各位好朋友們 您昨天早上跟David賣一趟的朋友 現在你該切入的標的 就是這個資金的避風港 你有興趣的 我直接開放 打個電話來問 本節目下方資訊欄就有電話 我直接告訴你 David今天買了什麼 不遮不掩我直接告訴你我買了什麼 來電就有 好話不多說先來看我們第一張字卡 David今天節目幾個重點 第一個 幫你複習一下昨天我們怎麼做的 接下來 第二個重點 David把股票送給你 最後來跟你聊聊 台北股市 什麼時候容易有波段低點 以及 航運股 的 隱憂 來 先來聊聊昨天發生的事 昨天8 5月11號早上 8點57分 開判前 還沒開判我已經跟你講了 16647 極可能不保 觀眾朋友 昨天早上開判 是17100點 17100點 David今天把股票賣光 今天盤中低點 就昨天加今天 今天5月12 盤中低點是15100點 兩個交易日 2000點 你可以說我烏鴉嘴都我害的 我可以接受 但 David確確實實叫你先閃一趟 我還記得上一次 1月底 David前天把股票賣光 跌1000多點 昨天早上我前天把股票賣光 賣光光 兩天 2000點 當然最重要的 既然跌都跌了 有什麼股票真的可以買 有一個族群很篤定 他會是接下來資金的避風港 那David幫各位選的標的呢 都是中低價位股 給你做參考很重要 所以今天來電就有 今天來電就有 好 緊接著 來 觀眾朋友看一下我的電腦 為什麼台北股市 David說行情有疑慮 其實答案很明顯 昨天早上在這裡 來 觀眾朋友們 昨天的開盤 17137點 到了9點半 已經一路殺了 到收盤 16500點 你看你昨天早上在我滑鼠這個位置 17100點賣光 現在呢 今天盤中 有沒有 15165點 而且台北股市現在爆量 今天的預估量已經超過7000億了 所以今天這個量很有可能又比昨天更多 所以捐告朋友們 這一根會止跌嗎 剛剛畫面上這一根會止跌嗎 會 不錯很常的下影線 會止跌嗎 我先講答案 不容易 不容易止跌 原因無它 台北股市要止跌有幾個條件 但這幾個條件 要 確實成立 整個行情才會重新啟動 但今天沒有 所以我明確的告訴你 這一波修正2000點 反彈起來 能夠 操作的股票 就只有這個資金的避風港 其他的股票暫時 沒有機會 所以David今天先把股票送給你 那你好好參考一下 好緊接著 看我的 字卡 來聊聊航運股的隱憂啊 其實我昨天就講過了 當台北股是電子股在殺的時候 你不要什麼鋼鐵股航運股 絕對不會跌 錯 整個指數型的修正 什麼股票都會跌 絕大部分都會 來聊聊航運股的隱憂 這是最新的一個資訊 全球最大的貨櫃輪 這家公司叫 馬士基 他說 海運運費會逐漸下降 來到明年會恢復正常 當然啦 這個恢復正常 還是比疫情之前來的高 這個 對於這一波漲的很多的航運股來講 H恐怖的 為什麼David這樣講 我說當多頭來的時候 你可以盡可能去擁有標股 但一個行情瞬間回檔的時候 你不是說老師都殺電子股啊 我的航運股鋼鐵股對不對 什麼紡織啊對不對 罩紙啊波濤啊 不沒關係啦 真的嗎 今天是不是全部都得聽 這David昨天提醒各位 你不要以為你手上不會有事 目前為止唯一能夠當資金避風港的 就是David今天要送你的股票 剩下的幾乎都不用看 沒機會 這個盤根本沒有抵得完 兩天跌兩千點短線一定有小反彈 但這個行情 並沒有完全結束 修正才剛開始而已 各位好朋友們如果你手中 小葉老師有什麼股票可以把資金換過去的 今天這個電話你一定要撥通 我免費送你 有極檔股票你要特別留意 這極檔股票有幾個特色 第一個 機期很低 剛起漲而已 第二個 公司非常賺錢 第三個 殖利率很高 所以它會變成 資金的避風港 你明白嗎 現階段你只能做這些 不然你就只能放空 就沒別的方法了 喜歡做多好股票的朋友們 把握今天的機會 我開放一次 電話撥通就好 我直接告訴你我買了什麼 來緊接著 還有點時間跟大家聊一下 既然David很明確的告訴你 昨天一開盤股票賣光 15分鐘叫你清空一張不留 那 行情的規劃 什麼時候會有買點 台北股市昨天大跌之後融資 減肥100多億 今天這一根1400點融資一定有大減 那融資的大減對於多頭當然有好處啊 籌碼安定嘛 那為什麼今天David說不會是波段的起漲呢 有一個部分有部分條件並沒有成立 來觀眾朋友 我們來看一個統計數據 好不好 歷史 可為硬件 礦外字卡 這一張字卡 這個圖請你記得 統計過去這幾年融資大減超過100億的 昨天126 去年3月19號波段起漲 減掉118這是波段起漲 同年同個月109年3月13 減104這個不是波段起漲 107年10月11 減115這個也不是波段起漲 104年8月24 這個減100對也是確實波段起漲 這五個之間為什麼有兩個是波段起漲 有些不是呢 因為剛剛另外三個 包含今天 今天大概也是減100億 David錄這個節目的時間還沒收盤 所以晚上才會知道是不是減100億 這兩天的融資減肥並不會促成波段起漲 原來缺乏了一個 條件 這個條件我曾經在 其他的節目包括我自己節目上我講過 但今天David只告訴你答案 今天還不會這個不會是波段起漲 至於什麼時候是波段起漲 記得 加入David老師的LINE AT生活圈 或者訂閱這個頻道 波段起漲的時候 我會直接告訴你 就像David昨天 開盤股票清空一張不留的時候 David一把自己會員朋友手上賣光 我馬上把這樣相關的資訊 放在我的LINE AT 我直接發訊到你手機裡 我希望我幫到你 你至少避開兩根跌停板 希望各位好朋友們 行情回檔 不要難過 你可以說是David的錯 因為我昨天講完就跌2000點 我烏鴉嘴是我的錯 但是我有幫到你 昨天賣股票我也知道很多人覺得 老師股票都沒有賺起來賣 對 因為真的要回了所以一定要賣 你不賣就是兩根跌停板 這個才叫操作 不是死傲硬傲活傲好不好 股票會飆 也會有回檔的那一天 好啦那今天呢花了很多時間跟大家聊聊 接下來行李怎麼看 但最重要的 David今天直接開放一天 我買了 一些些股票 這個族群 是台北股市資金的避風港 想知道David買什麼的 請你直接來電 本節目下方 就有電話 資訊欄裡面就有 直接打來問我直接告訴你 我買了 什麼樣的標的 好 那今天節目呢就跟大家簡單分享到這裡 記得訂閱這個頻道 昨天那個賣點 你有訂閱或者你有加入 Line Edge生活圈的朋友 你昨天早上跟David賣光光了 感謝各位 希望真的幫得到各位了 黃金回黨 不要太害怕 真的波段出現的時候 我會再提醒各位一次 那今天節目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咱們下回見 本公司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效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緊提供參考 投資人獨立判斷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華冠投股 104年金管投股心思第009號